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都知道历史上的谣善未给顺,顺善未给了语,为什么会形成善让这一说法呢? 有一派学者认为是孔子编造出来的,因为他的一套理论是要求以理以仁治国,他需要一些实力来佐证。 于是他挖出离他已有1500年的遥远统治者嘉宜美化,因为那时候甚少文字记载,许多东西可以由他言说。 孔子是以兽图出名的,他有弟子三千,每一个人都出去说一遍他的话。 俗话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何况他有弟子三千呢? 而且这些弟子后来还又兽弟子。 孔末这弟子图书充满天下,这样重复下去,这个善让之说就越变越真了。 当然一切说法都不会是空穴来风,一定有他产生的基础。 如果姚顺都把地位传给了儿子,孔子想编善让也没法编。 所以这件事的基础是建立在姚顺二人都没把地位传给儿子这个基础上的,不然他们为何不传子呢? 孔子也许是不知道真相,也许是不愿意知道真相。 因为他为了宣扬自己的一套以人力至天下的理论,必须找出一些和他理论的势力。 可能他找遍了史书,只找到姚顺宇这三个传位异性的例子。 于是他就像得了宝,一口咬定他们是让贤,并且删盖从前的史书并强迫自己的三千弟子,都按此传播流传下去。 果然在这之后的史书都按孔子的说法写着善让儿子。 姚顺与三代善让的盛世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一直到起的出现,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那种以贤民而责君主的善让志,成为了主流的史学观念。 包括史记记载也是如此,但西晋时期,盗贼墓发现一股墓,其中出土的先秦古籍竹书纪年中, 却有着姚顺宇之间通过囚禁流放夺取权势的记载。 那么事实究竟怎样呢? 谣善与善让的佳话,肯定是有一定的人为因素的,儒家追求的是最高境界,就是天下为公。 这种美好的构想也吸引着历代的人人志士,可什么是天下为公,总需要一个标准。 几乎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就成了塑造这种构想的最佳选择。 史记成熟于汉武帝年间,儒家早已成为有术的正统思想,对司马迁本人有着深刻的印象。 其次,对于缺乏史料的上古时代,司马迁采用民间传说作为借鉴依据之一。 谣善与的善让,更多的是人们口口相传的结果。 但对于司马迁来说,秦代焚书形成的史料断层,采用如此方式不全缺失,是无奈之举,也是最佳选择。 可竹书纪念作为先秦时代的史书,对此记载截然不同。 西谣得衰为顺所求也,顺求谣于平阳取之地位。 也就是说,姚晚年有荒唐的举措,顺通过一些手段囚禁了姚,然后登上了权力顶峰。 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为何会出于史书之中呢? 秦这个时代节点是关键。 竹书纪念出自先秦战国时代,而史记成熟于汉武帝年间。 前者代表的是分封治下的歌剧时代,后者代表的是郡县治下的大一统时代。 有些标新立异的说法,凭借竹书纪念、公积史记正统地位,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他们的立脚点在于,越早的史料越接近上古时代,真实性也有保障。 乍一听很有道理可仔细一琢磨,这种论断漏洞百出。 甲骨文的出土是商朝有了切实研究的文物基础, 而夏朝至今都缺乏丰富的文物佐证,更何况是飘渺的上古时代呢? 其中,建格夏、商、周三代对于姚舜宇时期的了解程度,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司马迁和竹书纪念编撰者, 建格姚舜宇时代的年限都超出了可以实际考证的周期。 就像伽利略的比萨鞋塔实验也是有前提的, 投掷物必须达到能够自主下落的质量,不受空气浮力影响。 史料准确性验证也是大同小异, 如果竹书纪念编撰于夏山时代, 可以准确接触姚舜宇时代, 那么这种论断可信度就很高, 但战国时代对于上古时代不存在直接附属关系。 换句话说,竹书纪念编撰者也不能准确考证那段陈锋的往事。 因此,以两者有限的年代差,来区别两者的准确性, 其实就是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 五十步笑百步式的偷换概念。 既然过远的年代都无法准确考证, 那历史研究的价值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疑惑, 其一,无法确定不代表不能证实, 其中需要一个必要的过程。 就像甲骨文出土之前, 商朝的记载也如静中月,水中花, 而夏朝在内的更久远的年代需要一步步考察, 必要文物出土之后才能证实, 如此才符合史学研究的严禁性。 其二,考察一个时期和考证一个时期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前者是根据文字、文物等资料逐步探索的过程, 后者则是文字、文物资源充足, 足以拍板定案的阶段。 因此,姚舜宇阶段的还原过程中, 不能偏听偏信。 竹书纪念出自战国年间, 那个时代, 礼乐崩坏, 就是周王室的分封制即将崩溃, 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其撰写者作为为国人士, 眼见连年争端生灵涂炭, 心中愤闷可现而知。 姚舜宇依靠手段夺取权利, 也就解释得通了。 春秋无意战, 战国由慎之。 对于一段难以考证的历史, 传书人会将当前社会主流观念带入其中。 史记成熟于西汉年间, 儒家自此兴盛。 之前道家法家盛行之时, 儒家也是主流思想之一。 因此,司马迁会受到儒家思想, 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他的笔下, 无法考证的姚舜宇时期依靠才能互相推举, 也就成了上古时代的胜举。 所以, 善让真相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其一, 他不会像竹书纪念撰写的那样赤裸裸的残忍。 其二, 他也不会像史记描述如此平和惬意。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端, 上古时代绝不会脱离人的范畴, 必要的争端一定会有。 但文字记载能够有效保存之前, 人们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文化, 有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 不会空穴来风, 一种言论不会凭空产生。 其二, 不能全盘接受。 同一件事物传播到第二个人时, 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偏差。 主书近年史记对于姚顺宇时期的记载传承于民间传说, 夹杂有时代背景。 因此, 前者姚顺宇互有龌龊属实, 后者描绘善让以贤任能也有一定的基础。 姚顺宇善让是在以贤任能的大时代基调下, 存在一定龌龊举动的。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姚顺宇也不例外。 一个人是脱离不了大时代基调的, 三人之间或许会有龌龊, 但上古时代以贤任能的时代基调不能否认。 以贤任能在上古时代扎根, 在人们落后的生产力难以单独生存在残酷的大自然。 部落需要英明的首领带领大家争取生存的空间, 人们都发自内心的拥护贤民的人。 这就是善让制度存在的现实依据。 一代代贤民首领带领下, 以各个部落才能繁衍生息, 而试图打破公天下的人都会受到不重的反噬。 喜能够结束善让, 建立夏王朝, 开启家天下的时代, 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使一个个家庭或士族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 姚舜与三代之前, 何至三代? 善让整体上是一种举贤任能的求存行为, 扎根于群体部落的生活方式。